- 《黑膠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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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嗨,各位MV粉絲同,大家好 我是副總經紀的連世瑤 今天又是早餐匯報特別篇 那今天要介紹什麼節目呢? 屏東演藝廳在去年推出了《黑膠時代》 《黑膠時代》劇系列 邀請了陳生跟王若玲帶領觀眾 回顧老歌時代的歷史礦位 今年這個《黑膠時代》劇系列 則是請來名歌時代的金嗓歌姬 潘悅雲 提到這個名字 可能有些人充滿懷念之情 有些人則是依稀有的印象 不過像是《天天天藍》 或是《野百合也有春天》這樣的經典歌曲 想必大家都能亨上個景去 那麼潘悅雲究竟是如何在40年前 席捲台灣樂壇 又對後世留下什麼樣深刻的影響呢? 今天我們就請來以老時代唱片收藏著名的 沒有新歌的唱片行老闆小楓 來跟我們聊聊潘悅雲 小楓你好 哈囉大家好 那在提潘悅雲之前 可不可以聽小楓來跟我們講講 您為何會開一個沒有新歌的唱片行 那經典老歌對你來說 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把老歌兩個字去掉 留經典就好 我們從小到大 如果我們期待會記得 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歌 就能把這些歌曲一直流傳在樂壇 它就是在時間這樣子一直篩篩篩 淘喜之後出來的一個經典 所以其實我寧願說我媽也是經典 而不是所謂的老歌 店裡面大部分的歌其實就是我們的青春嘛 而且說實話這些歌 不管80、70、60甚至是30年代的歌 其實都是現在華語音樂的根 所以覺得講得偉大一點啦 就是想把這個根給留下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走進這唱片行 你一定會看到一些 你覺得非常熟悉或是說 好像喚起了某些記憶的這些作品 那我們來提一下潘岳雲 他其實是在1980年出道 那個時候正好是台灣民歌時代的黃金時期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那時候民歌時代的特色 還有他對後世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要講民歌這塊它有點長 但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時間點都還蠻重要的 所謂的校園民歌 我們看到什麼金音獎、民謠峰 但事實上其實在50年前 1971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視有一個節目叫金曲獎 那時候就有一個很像現在的壞特 就是戴一個草帽 然後看不到臉的一個金曲小姐 她叫洪小喬 她其實每個禮拜 可能會自己創作的歌曲 然後也會把觀眾的信 寫成一首歌在節目裡面發表 那個其實就是很早期的創作 那當然在這中間還有很多人 比如說胡德夫、楊賢這些人 他們其實也都一直在做年輕人的創作 那麼後世真的在講所謂的民歌 那個時間點是1975年6月6號 那個時候是楊賢他在一個自己的音樂會上面 把詩人余光中老師的八首詞填上了曲 就變成一個歌 那後來還出版了唱片 其實在整個台灣社會那個時候 是很震動的一件事情 就有年輕人願意把這些東西塗上自己的旋律 然後大家可以唱自己的歌 所以後續就開始慢慢的 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大學生 都開始在做創作 那當然它變成商業化 也就是譬如說1977年 那個時候辛格唱片辦的金銀獎 1978年海山唱片辦的民謠峰 所以其實這兩個唱片公司辦的比賽 它就是更大規模的去推廣這些 因為得獎了就可以出唱片 出唱片就可以紅 就可以變成歌手、歌星 對年輕人來講 還有獎金可以拿 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所以慢慢的就開始 越推越廣、越推越廣 據我得到的資料 他是說潘岳雲那時候1980年 好像是滾石唱片第一位簽約的歌手 是的 有時候我們在講說潘岳雲 你真的講他是民歌手 他其實不太算是 因為沒有在任何大型的民歌比賽當中 有得到什麼名次 可是其實他的出道也跟民歌手有關 就是第一屆金銀獎的優勝者 大家都很熟悉 像《如果》這首歌的創作人 台湊梅老師 他跟阿潘當時就是朋友了 那之後呢 當這些金銀獎的民歌手 慢慢的闖出一片天 然後當中像吳楚楚老師 他們想要開一個唱片公司 想自己出來做唱片 那個時候 台湊梅就把潘岳雲引進給了吳楚楚 就到了錄音社去試唱 吳楚楚就覺得 哇這個歌手不錯不錯 那就把他簽下來 那你覺得說 因為像你剛剛講 他其實並沒有真的參加過這些民歌比賽 可是他其實又是在民歌時代大放異彩 那你覺得他到底跟民歌時代的歌手 有什麼樣不一樣 或是他特別可以吸引觀眾的地方 我覺得他其實站在一個非常妙 也一個很對的時間點 那個時候其實剛好就是 笑語民歌跟台灣流行歌壇 等於是要做一個質變的交接點 因為比方說李建復啊 王孟琳啊這些人 他們都會遇到一個目的就是去當兵 所以其實民歌這件事情也很難被繼續的下去 但他們也就過渡到流行歌壇 很多人就繼續的變成 所謂的流行樂壇的歌手去發表 所以他已經在那個時候 包括他的音樂當中 也有很多民歌的元素 但是也有很多流行音樂新的一些嘗試 那我覺得唱片公司其實也對他非常好 那當然整個市場對他也非常接受 比方說有時候歌手要讓他大紅 就是唱很多的主題曲 那個時候他有非常多的機會唱電視啊 電影的主題曲 像守著陽光守著你啊 金華煙雲啊 甚至到後來美華三弄他都唱過主題曲 然後還有很多的電影也都唱過了 藉由這些商業的影視劇 就會讓潘雲可以被很多人接受 那當然他的音樂又有別於一般流行歌手的音樂特質 我覺得這就是他在歌壇 一開始可以站我們腳步的一個原因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們深入地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可能很多比較年輕的觀眾 他們可能都比較熟悉是那些很經典的歌曲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提一下 到底除了那些經典歌曲之外 我們該如何來聽潘雲雲 他的這些創作分成怎麼樣不同的時期 其實潘雲雲的作品真的太多太廣 那當然可以從他在幾個不同唱片公司的時間點 去做一個大概的分界 比方說出道前十年都在滾石唱片 他不只讓滾石賺了很多錢 但重點是也很強烈地去營造了屬於他 個人很清晰的一個音樂形象 就是一個很女人的很貓的 然後很sexy的 但是他的東西又不俗 因為有非常多的像文藝學家 或詩人幫他寫詞 所以其實他的音樂一直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在裡面 那到了90年代的時候 他自己跳出來成立工作室 出了五張專輯 也許是更商業 但是其實可聽度也是依然很高的 那到了大概2000年之後 其他作品算是劇烈地減少 但是事實上其實就是靠這些舊的經典 那時候舊的專輯 經典的價值就開始發光 然後這些復刻盤一直在賣啊 最後面要講的就是2019年發行的 這張鏡這個台語專輯 我相信這是二十年來他的人生的 他的生活的 他想表達的東西的一個淬煉 二十年時間做出一張台語專輯 在去年就是我的金曲獎的 台語最佳女歌手獎 雖然說沒有到得獎 但是我覺得已經是實至名貴了 這是一張很好聽的專輯 那不知道如果今天 大家聽到潘岳雲的這個音樂會 然後很想要再回頭去找他一些經典的專輯 你會特別推薦哪幾張 這張是1986年的專輯 叫《相似也是不成嫌》 其實這張又是潘岳雲 潘岳雲自己站在一個時間跨度上的作品 他是介於他後來更流行的作品 跟早期比較人文風格作品之間的一個代表作 因為這張專輯當中有很詩意的作品 就比方說當年幫潘岳雲寫 天天天然的卓以玉老師 又幫他寫了主打歌 《相似也是不成嫌》 另外呢像裡面有 其實當年不是主打歌 大家到現在還是很熟的歌 叫《浮生千山路》 出自於這張專輯 那另外當中也有電影主題曲 也有電視的主題曲 那再來講到這一張 潘岳雲大家除了聽他的國語歌之外 很多人很愛他的台語歌曲 那其實1988年的這一張《情字這條路》 這是潘岳雲的第一張台語專輯 也是滾直唱片的第一張台語專輯 有太多太多經典的好歌在當中了 那甚至老師在這一生當中 唯一只寫過一首台語歌 就是這一首《情字這條路》 這張專輯當中 又把他前面發表過的幾首台語歌 也放在裡面 所以他其實也算是 潘岳雲的台語精選集 所以歌太強了 聽完這張專輯 你會有感覺就是 台灣好美喔 那最後要講的這張專輯 其實他不是潘岳雲的個人專輯 可是這局就是在潘岳雲的歌唱生涯當中 不能不提的一張作品 他的全名叫做 三毛作品第15號《回聲》 所以顧名思義就是作家三毛的作品之一 也就是三毛前半生的故事 三毛負責在當中寫所有的詞 他做歌曲當中 旁白的串接 但是他找了齊玉跟潘岳雲做 他的聲音代言人 當然大家最熟的就是 他跟齊玉合唱的《孟田》 那當中齊玉還有很多很多的歌曲 都非常的好聽 所以這不只是一張專輯 而且他也是人生濃縮的一張作品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張非常耐聽的專輯 對 而且我們看到小楓還有他的收藏 上面 對對對 肩帶的收藏 對對 有點簽名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實體的話 可以到那個沒有新的唱片 對對對 這是我們正念之寶 這是我們正念之寶 那潘岳雲會在10月11號 在《平動演藝廳》演出 《黑膠時代曲》系列 那不知道小楓你個人 作為這個粉絲 你會特別期待 聽到他唱什麼歌 我當然喜歡他每一首歌都唱 這怎麼可能呢 對 但是因為他的歌真的太多 又太好了 所以其實 我覺得不管他唱哪一首 我相信你都會很感動 那所以其實不管是唱哪一首歌 我相信大家去那邊 一定都會感受到 潘岳雲是如何綜橫樂壇 四十女是非常經典的一位歌手 那我不知道小楓 你有去過《平動演藝廳》嗎 沒有耶 《平動演藝廳》其實沒有大家想像到那麼遠 這裡呢其實最特別的是 它是台灣第一個用音樂廳設計想法出發 來去設計的地方場館 所以其實它裡面的音效是非常驚人的好 而且它裡面還有一個非常知名的管風琴 那很多台灣的管風琴演奏家都會選擇在這裡 錄製他們的專輯 那去年呢 《平動演藝廳》推出這個《黑膠時代曲》系列 其實就讓很多觀眾很驚豔 因為融合了你所謂的這個老歌 我不能講老歌喔 小楓說不能講老歌 因為它是融合了一些經典時代的歌曲 然後跟很棒的音響結合在一起 那到底這樣的結合是怎麼來的呢 我這邊來引述一下 《平動演藝廳》的藝術總監 他對於此規劃的核心概念 他說 這是聖利新村的懷舊風吹進了《平動演藝廳》 是《黑膠》系列的起源 從《土地時光流逝》裡流下來的聲音 透過藝術性的聲響延續下來 所以啊 觀眾也可以在裡面體驗到 不同於一般音樂會的輕鬆氛圍 很值得我們去聽一下 那今年10月17號 禮拜天下午4點半 在《平動演藝廳》就會推出 《流聲攀岳雲音樂會》 除了有攀岳雲的現場演唱之外呢 還有資深樂評人馬仕芳也會同步對談 來跟大家聊聊 民歌時代的美好與回憶 那麼就期待到現場見到大家囉 母記早安會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今天早安會報的特別篇 大家還喜歡嗎 喜歡的話忙幫忙按個讚 或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母記早安會報的特別篇 下次再見囉